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它不对劲了 像这种春天的季节雨水比较多 咱们南方环境是非常潮湿的 有很多狗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这只狗早上喂狗的时候 我发现它身上有非常多的皮屑 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处理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狗的皮肤病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最后造成感染死亡 我刚刚给它打的针是一维均术 成本只需要几毛钱 几毛钱就可以让它痊愈 当然大家一定要在兽医的指导之下 再给它注射一维金术或者是通灭 小皮特犬扎两针就可以痊愈了